抗战期间,中国产生了大量让人唾弃的汉奸 部分国人认为,日本当年能够在中国盘踞十几年 跟汉奸们组成的日伪军也有一定关系 抗战后期,日军节节败退 汉奸们害怕遭到国人的清算 纷纷选择弃暗投明,调过头来对付日军 即便如此,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中国还是处置了一大批作恶多端的汉奸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腾飞发展 跟西方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 甚至有了赶超的趋势,这让国人们欣喜不已 连一些滞留在海外的科学家都纷纷回到祖国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出了一个让人厌恶的汉奸 他叫石平出生于四川省,家庭条件非常困难 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人,石平小时候也很淳朴 他希望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教师 让山里的孩子都能到城市里发展 石平怀揣着这种梦想,靠近北京大学 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高材生 国家也知道石平家庭条件比较困难 给他提供了大量帮助 让他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完成了学业 石平从北大毕业后申请到日本留学 离开祖国后,石平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在日本右翼媒体上大量发表抨击中国的言论 以此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度 石平还出版过一些书籍 书名叫《我为什么放弃中国》 石平全然忘记了祖国的帮助 做出这种让人不耻的行为 不仅如此,石平还加入了日本国籍 娶了一个日本妻子 因此被人称为中国30年来首位汉奸 随着时间的流逝 石平后来也遭到了报应 在日本的关注度逐渐下降 日本人也开始鄙视这种诋毁祖国的人 其发展事业一落千丈 之前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参拜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 石平立刻跳出来强烈反对 还给福田康夫扣了一个国贼的罪名 真是贼喊捉贼 говорил 让我来一个胡椒粉丝 这种词请不吝点赞员 请不吝点赞员 适合 适合